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计算方法是周朝 周朝王那个时候 这个也有一些文献去考证 距离我们现在已经三千多年了 那么这个外国南传佛教国家 他们记载是两千五百多年 这个当中相差大概五百年 五百年这个差距 这个各有说法 那这个是一个有待考证 那这个中国这个考证 它也是有根据的 但也不是随便讲 外国的考证也有他们的根据 那这个根据啊 根据什么样来记录这个事情 这个就有待一些专家学者啊 去研究了 这个我们就先暂且不论 在南传佛教国家呢 这个佛誕节啊 他们是卫塞节 他们都是在国立的午夜 那在我们中国佛教是 农历事业出霸 这一天呢 是庆祝佛誕的节日 那么在 这个佛誕节一般试验啊 举行就是义佛节 又叫做义佛节 就是给佛啊 洗衣 洗身体 都会准备一些香汤啊 一个勺子 然后啊 这个塑了一尊太子像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就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那么这句话呢 没有说明很容易引起误会 这好像哎呀 只有佛一个人独尊 那其他都不行了 这个我们如果深入经典啊 那决定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必须要说明啊 这个是一个表法 它是一个表法 这个 表示啊 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 那么在这个宇宙之间 最尊贵的就是我自己的佛性 那这佛性大家都有 华言经 佛成道 第一句话就讲 奇哉奇哉 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振得啊 大地众生都跟诸佛如来同等的智慧得相啊 都一样啊都平等啊 但是众生啊因为有妄想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 不能振得自己本去的得相智慧 啊 所以佛 赤现啊 成道 第一句话 说的 那么这句话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希达多太子 出生啊 就走七步 啊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啊 那这个 说天上天下唯我度尊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性是最尊贵的 大家都平等的 啊 所以这句话不能误会啊 但是不说明很容易引起误会 啊 所以这个 余佛节的由来就是这样的 啊 啊 那么这个 太子出生啊 走了七步 啊 天上啊 九龙吐水 啊 就帮太子洗身体 那现在我们 纪念这个佛诞节啊 也用一个香汤啊 来给太子沐浴 啊 这个就是 一佛节的由来 啊 那么 我们纪念 四交摩尼佛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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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成佛之后的佛号 啊 他出生 呃 他的本名啊 啊 叫西达多了 啊 他的俗名啊 叫西达多 啊 所以叫西达多太子 他是王子 啊 啊 啊 是这个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啊 佛出生 啊 那么他的父王啊 就是给人家算命 啊 算命先生说 你这个儿子啊 将来 如果出家会当佛 如果在家会做转轮圣王 啊 他的父亲啊 一天很着急啊 啊 就这么一个儿子 再给我出家 那王位传给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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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为了避免让太子出家的念头 所以王宫里面啊 天天就是 都制造很多欢乐 让太子啊 感受不到 民间疾苦 啊 让他没有出家的念头 但是到了十六岁那一年啊 王宫住久了 他还想到外面 透透气 去走一走 啊 就请他的侍子带他去 以外面啊 四个城门 被他看到啊 人生啊 生老病死 啊 看到生很苦 孩子一生下来 就哇哇苦很苦啊 母亲也苦 孩子也苦 看到老人啊 走路很不方便啊 拿个拐杖啊 体力衰啊 苦啊 看到病人啊 在那边呻吟啊 在那边叫很苦 看到人死了啊 哭哭啼啼的 这个清流啊 生离死别 被他看到这个四种景象 那回到王宫 他就闷闷不乐了 一天到晚思考这个问题 问旁边的侍者说 当国王就 会不会死啊 旁边人告诉他 当国王一样要死啊 一样要生老病死啊 大家都一样啊 啊 啊 所以从那天开始 他就 不断思考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 人生生老病死 这个问题 啊 就是我们一般讲 了生死 了生死 了脱这个生死 的问题 想来想去啊 也想不出结果 啊 后来到十九岁那一年啊 就给他想了到最后啊 还是到外面求学 去寻找啊 解脱生老病死的理论方法 啊 向他父王请假了 他要去外面啊 参学 寻师 仿道 尋找啊 解脱生老病死的理论方法 啊 啊 他的父王当然不肯啊 啊 啊 你是我 王位唯一的接班人 你怎么可以走 啊 后来第二次再起悟 父王还是不肯 第三次再起悟 他的父王还是不允许 那第四次再起悟 他的父王也被他还了 他说你要去寻师仿道 那起码你要给我生个儿子啊 啊 你不接我还有孙子可以接啊 你才能走啊 啊 后来他父王这么一讲 他就指的他的太太 耶稣陀罗他的夫人啊 肚子说他有怀孕啊 那我可以走了 有后代了 他的父王当然还是不肯啊 那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啊 也要抚养长大啊 那这个时候西达多太子他等不及了 在抚养长大 那他就不用血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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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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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允许的情况下 偷偷跑了 啊 偷偷跑了 啊 啊 啊 去寻师访道 啊 寻找 解脱 做生老病死的方法 后来他的父王还是父母 啊 这个天下父母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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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还是派他平常照顾他五个人啊 啊 这个 去照顾他啊 啊 五个世子 后来这 五个世子啊 也出家了 啊 就成为一个生团 啊 后来这个去找了十二年啊 啊 跟外道学 学了十二年 啊 连那个一麻一脉 啊 一般苦行外道啊 一天吃一麻一脉 一般是三年 他修了六年 没结果 啊 后来自己到菩提树下呢 把这个十二年知道这些理论方法都不对 通通放下 啊 后来在十二月初八呢 这个半夜 阅读明星大策大悟 成道了 成佛了 彻底明了宇宙人神的真相了 成佛了 啊 啊 这个明星进行啊 进行成佛了 啊 就出来弘法立身啊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啊 刚开始在陆维院度五比丘 啊 第一个得度的是交臣如尊者 啊 就他的五个侍者 都出家了 啊 在陆维院啊 啊 讲四地法 啊 在人间啊 视线啊 初转法轮 啊 但是在法源经啊 他是成道的 打 神道之后打坐 三七二十一日 有的地方说二七十四天 啊 在那边陆定 讲大方广佛法源经 啊 那只有四十一位法僧大使 能够参与 凡夫小慎 没有办法参与 啊 法源经讲圆满了 出定 啊 啊 然后再从阿寒经讲起 啊 从陆维院度五比丘开始讲四地十二音言 啊 阿寒讲十二年 方等讲八年 波勒讲二十二年 啊 最后八年啊 法法涅槃 啊 四十九年啊 啊 讲经所法 一代识教 啊 显宗密教 大圣小圣 包括仁天法 啊 这个都圆满啊 啊 所以我们今天本师释迦牟尼佛 啊 要知道佛啊 对我们什么 启示 啊 就告诉我们人生生死很苦 我们要 了生死成佛道 特别要 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生我们大家 都有机会 了生死 初三界 成佛道 好 今天啊 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圣诞 就跟大家分享到此地 祝大家佛诞节快乐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即日 rope 准备 及香港 世界粧 无敌 世界粧 调 并 有 辉 1000 1 2 Via a confront 我们 要 く 到 Stripe ict